不正確使用沙輪工具進行切割工序 可能會對工友構成潛在危害 就像使用其他工具一樣 工友需要有足夠的技能 去確保他們可以安全使用切割工具 用切割工具時要好留心 幸好我現在未有磨意外 但我聽說有些同事用磨機切割工具時 沒有好好保護自己的保護衣服 雖然傷口更好心 還不需要休息三個星期才可以康復 殊敬虧,我們看到很多割工具 在工業業中的割割工具 在某些情況下,工作人員太接觸了 他們卻缺乏保護的職業 保護的職業是否忽略 前線工作人員也有經常保護的職業 但是,當我們談論安全 我們要求保護的職業 我們要求保護的職業 讓我們可以幫助我們 努力去保護的職業 保護的職業 保護的職業 因此,我們會希望 努力更加專業 HILTI's hands-on metal-cutting training programme. According to latest statistics, over 70% of abrasive wheel injuries involves hands and fingers which may permanently affect workers' working ability. We have serious concern for the safety and well-being of our workers and therefore believe those accidents can be avoided. Therefore, we partner with HILTI to design and roll-out training to empower safety knowledge of workers and enhance safety standards of metal-cutting solutions to protect workers from unnecessary injuries. The overall feedback of the workers after the training is positive and encouraging. We believe the skills they learned will make their daily work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HILTI一直努力與我們的夥伴合作 提升建造業的安全水平. 作為今晚的長遠合作夥伴 我們當然會全力支持提升工地安全 這個認可培訓計劃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顯示我們的成功 這個培訓會提供安全使用工具技巧 以及專業實踐的訓練 參加者完成培訓後 會獲頒發合格證書 局部工有或專業指導安全操作切割工具 培訓提升了我 安全使用切割工具的重要性 所有應該和不應該做的事都要提到 很開心發現原來有不同的方法和新科技 可以令切割工具時更安全 我真的清楚了很多 我經常都會用切割工具和打磨工具 但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用的方法是錯的 我一定要將今天所學到的東西記住 以及可以用在我工作上 我相信這個培訓可以幫助很多工友 避免因爲切割工具而引起的意外發生 工作人員的安全操作項目 而每個行動的行動都重要 這個第一次的健康訓練 是一步的一步 去引起安全操作 我們現在計劃 我們要求聘用的訓練 每個工人在業 去保護工具 保護工具 保護工具 安全操作 需要集合的一切 和擔心 擔心 我相信 我們的協助工具 和工人 會幫助 建立一個安全工作的環境 在工業的工業 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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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